大家的皮子都不咬 猴子都屁股 故事内容够不够好呢 要看孩子的状态就知道了 你看以保兴高采悦的在给小朋友分享 这个故事呢 你们俩还学得会哈哈的大笑 就他们看的是爱心术的这一套 新书啊 企鹅旅馆三本的系列 企鹅旅馆这一本呢 讲的是企鹅在海上开一家旅馆 会每天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然后又喜欢环球旅行的狮子 然后还会发现啊 这里面居然有 专属这个鲸鱼的 锤下超大号的房间啊 这幅途中呢会发现啊 酒店的每一个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啊 只有六号房间空着 留出了一个悬念啊 其实呢是每年这一天啊 正好圣诞老人呢 送完礼物都会来固定的 住这六号的房间啊 企鹅的服务呢 也是相当的专业了 齐心协力的帮狮子抬行李 离开的时候呢 既然是滑着走的 就特别让小朋友开心 猴子列车呢 最吸引小朋友的点就是乘坐 猴子列车呢 要给相交作为车票 而且每一节车厢呢 都有编号 熊猫一家呢 每一周的每一天 都会做不同主题的面包 星期一做的是条纹面包 所以来的客人呢 也是像斑马身上一样 有条纹的顾客啊 然后星期二做的是长长的法棍 然后就来的客人 是像长顶着这样 脖子长长的 星期四呢 他们闭店 全家人做了美味的竹子汉堡啊 就特别有意思 在故事的最后呢 制作了小豆腐面包 然后开了一个大牌体 然后来这里这些面包呢 都是跟他们一样的动物啊 套的绘本呢 都是细节满满的 然后整体的画风呢 超级可爱 就他这个图画和内容设计 真的是一环后一环 还隐藏很多小细节 等着孩子们去思考和发现 这套书 如果家里面有三到八岁的小朋友 真的闭眼虫 内容太好看了